另外一個備受矚目的縣市就在新竹市 這邊撒喀都的基站 可以看到國民黨的林耕仁 最後算是被棄掉了 好 那麼高宏安從頭到尾都保持領先的局面 最後拿到了45.02%的選票 我們來看這樣的一個選票 在幾次的新竹市長的選舉當中 來看一下 那麼其實是僅次於林志堅的部分 那麼林志堅在這之前是39歲當市長 結果現在高宏安再打破他的紀錄 38歲就當市長了 好 那有打破這樣的一個紀錄 但是在得票率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超越當時的林志堅的 不過我們來看這個所謂的新竹市第一位女市長 而且他也是民眾黨第一位的這個盛選的縣市長 結果當然盛選的很開心 他在台上展現了俏皮的一面不斷的眨眼 筆手勢 然後又講說其實他不是愛喝可樂 他是愛喝奶茶 然後台下就狂喊安安市長 安安市長 那麼整個過程選戰當中的少不了科技界的大佬背書 包括聯電的這個副董事長薛明志 還有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 也都為他祝賀 那麼高調的來謝這個雙董 主要是高宏安來感謝他們 他都不忘了一定要謝謝他們 但接下來高宏安也有難題 首先包括他的這個司法的問題 接下來會怎麼辦呢 他說只求對決 然後在議會的部分 他完全一個小 嘲笑也大 接下來會有掰咖的局面嗎 很難做 但你瞭解 他的輕快腳步登上舞台 即將總馬上任的新竹市長高宏安 向支持者們宣布 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高宏安順利當選新竹市長了 俏皮送上一個wink 臉上笑容藏不住 高宏安作為全台最年輕縣市首長 平時掃街拜票穿著輕鬆 有時證件發表會上也簡單穿著襯衫牛仔褲 當選這天穿上一身套裝顯得格外正式 我的牛仔褲晒著到現在還沒乾 還是濕的 所以我真的不能穿牛仔褲 自我打趣拉近於市民的距離 比觸大大愛心送給所有人 整個會場氣氛輕鬆 還有支持者衝上台送上可樂 只不過他最愛的不是這位 最喜歡喝的不是可樂 我喜歡喝奶茶 不管送什麼都是一份新意 市民們用選票送他進市府 一路從科技界走入政壇 選戰中少不了大佬們的支持 前連電副董事長宣明志 替他站台催票 前東家鴻海集團創辦人 郭台銘授權政策發想 由他延續成為高鴻安的強力後盾 有收到郭董跟宣董的祝福 也是有表達說當然是很辛苦 然後也很值得說 終於有就是完成了這件事情 也能夠真的當選了新竹市長這樣 對那有一些或許後面的話 可能也會再跟他就是當面 來做一個情意這樣子 但他接下來所要面對的 除了現前的助理爭議 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之外 還有市政關卡 新竹市三十四席市議員當中 民眾黨只佔兩席 國民黨十二席 民進黨則有八席 藍綠兩黨都沒過半 但嘲笑野大市政提案 恐怕難以推行 選前打得胸選後如何談合作 五黨籍裡面比較清藍或者是清民眾黨的一些議員 先開始做溝通 那進一步的話 才能夠去溝通國民黨的相關的議員 選在週末完成謝票行程 接下來高雄安將儘快展開市政工作的規劃 華視新聞莊明憲林玉山沈立榮新竹報道